大家好,歡迎收看潮環科技 勒索軟件Wondercry是虐弱全球 連一些國家的醫療系統、政府部門 甚至香港的學校都受到影響 究竟我們應該如何避免受黑客攻擊呢? 今天我們就請來 雙智謀略資深科技顧問馮德聰 Paul 和大家講解一下 Paul 你好 我們先講一下 今次的事件Wondercry迅速擴散 其實原因到底是甚麼 哪一類電腦系統會容易受到病毒的影響呢? 已知的消息顯示 現時最高危的全部都是各類型的Windows系統 由Windows XP 開始直到Windows 10 全部都是主力的攻擊目標 亦都是今次的重災區 但是看來如果我們去看有關的問題的話 我相信其他系統都一樣會變成攻擊目標的 因為我看來他們的目標不是那麼少 我們就講一下 假如我們在這個時候真的中了一招 即時可以做甚麼方法來自暴呢? 現時來說如果已經跳出了Wondercry的紅色畫面 說你的檔案已經被加密的話 暫時沒有甚麼特別好的方法可以去做 但是在5月16日就有一間國內的公司宣佈了 他們本身是有能力去到開發出一套軟件 是可以解密得到Wondercry鎖了你的文件 但是現時的支援就非常之有限 據說這間叫效率原科技的公司 只是開發到能夠解鎖這個Word DOC或DOCX的文件 即是說如果你有其他JPEG 甚至是PowerPoint的圖片 被人鎖了 暫時沒有一個合法合理的渠道去解鎖 可能真的在某個程度上非常重要的話 不知道應不應該去到屈服了 不過政府和有關方面 都是強烈地要求大家不要向黑客屈服 再加上還有就是說 其實最重要的是預防 例如現時來說 如果你的Windows電腦有做好更新的話 在3月的時候 Microsoft已經開放了最新的更新套件 給你們下載和安裝 如果3月已經下載了的話 其實今次的事件 其實可以說你都安全 再加上如果你有更新你的防毒軟件 其實安全係數就更加高了 今次Microsoft其實是非常之憤怒 也是做了很多事情的 他們甚至是為已經停止了支援的XP系統 提出了安全性的更新 你想一下不支援了 就是一個已經死了的系統 都要幫他做有關的更新 其實Microsoft是非常生氣的 甚至可以看到的就是 他們在本身的微博 即是在blog上 他們亦都提出了譴責 甚至是說政府這樣存起有關的漏洞 就跟一些飛彈 甚至是導彈一樣 如果被人偷了 是很重大的安全事故 你想一下 生氣成這樣 剛才你這樣說 如果我們用Windows系統 危險性是最高的 但如果我用蘋果iOS系統 是否比較難受到病毒攻擊呢 在今次這波的Warner Crime面 好像不太關於蘋果方面系統的事 但蘋果系統是否完全避免了黑客攻擊 是完全什麼事都沒有 那又不是 由經驗來看 去年亦都曾經發生過 蘋果系統上的勒索軟件事件 而有關方面 其實就指出 就是如果你是去到下載了一些 來歷不明的軟件裝在這裏的話 其實一樣會有機會被人加密了你的文件 去到作出勒索 而去年已經爆發了一次很嚴重 我們看到現在Warner Crime主要是攻擊電腦 又會不會好像你所說 有機會會攻擊手機或其他電子設備 這件事與5月16日大事發生有關 偷走了NSA這個武器庫的 其實是一群叫Shadowbroker的人 這群叫Shadowbroker的客戶 其實在5月16日公佈了 他們還會有其他的武器可以拿來賣 好像軍火箱一樣 在6月的時候 他們會作出拍賣 其實Shadowbroker已經在之前 曾經試過作出拍賣整個武器庫 但這個武器庫可能大家都以為是舊東西 或者是不能夠那麼有效地攻擊 直到今次Warner Crime出現 大家才知道這個武器庫是補的 而已經知道的就是Shadowbroker說 他們手上有攻擊電話 甚至是攻擊Window10的最新漏洞 甚至亦有其他入侵紀錄 例如中央銀行 甚至聲稱有中國、俄國、伊朗和北韓的核導彈計劃的入侵資料 這些入侵資料其實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換句話來說 只要一旦有人掌握了的話 甚至有機會挑起核戰爭 你想想 軟件而已 其實是可以殺人的 今集多謝Paul和我們說了關於Wondercry的一些小小的知識 《潮環科技》今集就到此為止 同樣 就是 中 absence 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